大家好,欢迎到Sys Mandarin来 今天我们会讲故事,学中文 讲故事,学中文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叫 专心致志 专心致志 专心致志也是一个成语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成语故事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会先说一下故事里每一句话的意思 然后我们会复习生词 接着,我会读一遍故事,没有拼音 最后我们会做一个生词练习 好,那现在我会说一下故事里每一句话 有个围棋高手 围棋 好,这个就是围棋 他们在下围棋 好,古时候有个围棋高手 高手 一个人如果是高手 那他做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围棋高手 古时候有个围棋高手 他下围棋下得非常好 名叫,这个名就是名字 他的名字叫 义丘 好,古时候有个围棋高手 名叫义丘 他有两个徒弟 其中一个专心好学 他有两个徒弟 其中一个专心好学 好,他就是义丘 他是一位围棋高手 他有两个徒弟 他有两个徒弟 徒弟 就是跟他一起学习的学生 他有两个徒弟 其中一个 其中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其中 其中 他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 擅长画画 擅长画画 他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 擅长画画 好,那他有两个徒弟 其中一个 专心好学 好,其中一个徒弟 专心 专心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专心 专心 我们要专心工作 专心学习 我们要专心工作 专心学习 其中一个 专心 好学 好,这个好 在这里 是第四声 好 好学 就是非常喜欢学习 好,它有两个徒弟 其中一个 专心 好学 其意 提高 很快 其意 提高 很快 好,其意 这个其 在这里 就是围棋 意 就是 记忆 技术 其意 就是下棋 就是下棋的技术 提高 很快 提高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提高 提高 它的中文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 它的中文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 就是它说中文 说得越来越好了 有了很大的进步 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意 提高 很快 意思就是说 它下围棋 下得越来越好 因为它专心 好学 另一个 虽然也天天听课 但很不专心 另一个 虽然也天天听课 但很不专心 好,另一个 一个 另一个 好,另一个徒弟 虽然也天天听课 他每天也来听课 但就是但是 但是很不专心 第一个徒弟非常专心 但是另一个徒弟不专心 他看着老师 他看着老师 心里却想着 天上有没有大雁飞来 他看着老师 心里却想着 天上有没有大雁飞来 好,他看着老师 心里却 却就是但是 却就是但是 但是心里想着 天上有没有大雁飞来 大雁 好,这个就是大雁 所以他不专心 老师的话 一句也没听进去 老师的话 一句也没听进去 好,老师的话 一句 就是一句话 也没有听进去 就是他没有听到 老师在说什么 好,老师的话 一句也没听进去 其意自然 也没有丝毫提高 其意自然 也没有丝毫提高 好,其意自然 就是自然而然 因为他不专心 所以自然就没有提高 没有丝毫提高 好,丝毫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丝毫 丝毫 他丝毫不理会 大家的劝告 他丝毫不理会 大家的劝告 好,丝毫不理会 就是一点也不理会 完全不理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丝毫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是他没有犹豫 这个丝毫在这里 也是一点的意思 他没有一点的犹豫 就是他完全没有犹豫 其意自然也没有丝毫提高 好,所以就是他的奇意 一点也没有提高 这个成语故事 说明了 学习态度的重要性 这个成语故事 说明了 学习态度的重要性 好,这个成语故事 成语就是一点 专心致志 是一个成语 好,这个成语故事 说明了 说明了就是告诉我们 学习态度的重要性 态度 比如我们可以说 他的学习态度很好 或者他的学习态度不好 好,学习态度的重要性 学习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性 好,这个成语故事 说明了学习态度的重要性 有时代习态度 有时态度决定一切 有时就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态度决定一切 好,决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决定 决定 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 我们常常会说这句话 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你觉得是这样吗 有时态度决定一切 好,态度决定一切 一切就是所有的事情 好,有时态度决定一切 好,那现在 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 其中 其中 专心 专心 古时候 有位围棋高手 叫一秋 他有两个徒弟 其中一位 专心 好学 其中一位 专心 好学 提高 提高 所以 其意提高很快 所以 其意提高很快 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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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秋的另一个徒弟 学习 学习 学习不专心 所以 其意 没有 丝好 提高 所以 其意 没有 丝好 提高 说明 说明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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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成语故事 说明了态度的重要性 这个成语故事 说明了态度的重要性 决定 决定 有时态度决定一切 有时态度决定一切 好 那现在我来读一下故事 没有拼音 专心 致志 古时候 有个围棋高手 名叫 一秋 他有两个徒弟 其中一个 专心 好学 其意 提高很快 另一个 虽然也天天听课 但很不专心 他看着老师 心里 却想着 天上 有没有大雁飞来 老师的话 一句 也没听进去 其意 自然 也没有 丝好提高 这个成语故事 说明了 学习态度的 重要性 有时 态度 决定一切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做一个 生词练习 好 那第一个生词练习 这里的冬天 很冷 但是 他 一点 都不觉得冷 但是他 一点 都不觉得冷 好 在这里 这个一点 我们用中文 还可以怎么说 他 不觉得冷 对了 我们可以说 丝毫 他丝毫 不觉得冷 他丝毫不觉得冷 好 第二个练习 他上课 很注意听讲 他上课 很注意听讲 好 这个注意 我们在这里 他上课很 什么听讲 好 这里我们可以说 对了 我们可以说 专心 他上课 很专心听讲 好 第三个练习 他常去的中餐馆 有三家 一家 一家 离他家 很远 他常去的中餐馆 中餐馆就是 做中国菜的餐厅 饭馆 就是中餐馆 好 他常去的中餐馆 有三家 好 在这里 我们中文可以怎么说 对了 我们可以说 其中 其中一家 离他家 很远 好 第四个练习 他画画 画得越来越好了 他的画画技术 怎么样 好 他画画画得越来越好了 他的画画技术 好 这里我们会说什么呢 对了 我们可以说 提高 他的画画技术 提高了 我们也可以说 他的画画技 提高了 好 最后一个练习 他 怎么样了 要做一件事情 一般很难再改变 好 这个中文怎么说 对了 是决定 他决定了 要做一件事情 一般很难再改变 好 那这些练习 你都做对了吗 希望你都做对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好 那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